各位早安,歡迎收看《朝早天理報告》 我是楊漢賢 過去幾天為我們帶來不少咒語的西南季後風 預計在未來兩三天 即周末期間,將會逐漸和落 屆時我們會逐漸轉為受到一些偏南或東南風的影響 風亦會比較小 在過程裏面,在廣東沿岸的咒語會逐漸減少 而陽光會多一些 與此同時,留意到地面的氣溫亦會上升不少 所以展望,香港的情況在未來兩三天 將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天氣會嫌熱 另外提醒大家,局部地區仍然會有些咒語 雖然周末期間我們預計有些陽光 大家亦都有戶外活動的計劃 屆時出門口前,最重要是留意最新的天氣報告 至於今日的情況 我看回其實早上仍然會有些咒語 部份地區的雨量累積超過五毫米 而最新的雷達圖片顯示 雖然來到七點多中 我們仍然看到 在我們附近仍然有些咒語區發展 至於氣溫方面 今早早七點多時,氣溫普遍上升 基本上都去到二十八度或以上的溫度 至於天色方面,昨晚的雲比較多 但來到天亮之後 我們看到雲層之中都有不少納粔 所以最後提醒大家 今天將會大智多雲 早上有幾陣咒語 但日後將會部份時間有陽光 天氣會變回炎不熱 氣溫最高達到三十二度 天氣講到此為止,多謝收看 再見 拜拜